今次拍攝這個微電影 我們主要在兩個地方拍攝 就是台灣和泰國 其實故事是圍繞在我身邊的兩個女性 一個就是狗人蕙 一個就是楊秀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浪漫的愛情故事 加入了一個叫做愛神的角色 泰國的愛神就是我們公司TVB的一個演員 魏晉浩 很大隻很帥仔 大家都會很熟悉他 我第一次來 今天拍攝也有兩位Ladyboy和我一起拍攝 我真的看不出他原來是男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特別的那樣東西 這次他做這個是很有自信的 比較花花公子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演出來都挺到位 挺好笑的 哇 有沒有搞錯啊 大鏡子啊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在演搞笑的角色 本來是要演得很震驚的 後來演一演又變成搞笑的人 所以這是一個搞笑的愛神 雖然身形非常之悔悟 還有他長得很粗豪的 他樣子很多鬍子 但是他人其實心底非常之善良 還有可愛 因為他們拍攝我跟他們沒有沒有 即是直接的 直接 直接 直接的 膠 即是 膠臨 我幫他講了這個 不好意思 但是我側邊看 我側邊看 我側邊看 很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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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於每一個角色 他盡量都會去找一些不同的演出方法 這個是我挺佩服的一件事 比較難忘的是昨天我們去拍的一個市集 那裏存在已經是有100年 最特別就是前舖後居 即是他前面是賣東西的 但是他後面的居民就在那裏 不是的 什麼是你失目了 我真的這樣問不值嗎 我在台灣那裏拍的場合就比較少 不過呢 誰知道去到那裏第一拍的第一場戲 就是要不斷地鬧 那因為這個女生呢 她有一些撥辣的 那秀慧本身的人呢 都很撥辣的嘛 那其實那種罵的程度呢 是我從來都沒試過 那就算私下也都沒試過 那剛開始呢 我還要有一點點懷疑死了 哇 原來拍微電影是需要這樣罵人的 每個男人都說想過去打 因為他演得實在太好了 觀眾看完之後呢 就認為啊 秀慧就是這麼兇的了 就是這樣的女朋友 這麼恐怖的女朋友 然後呢 我看完之後呢 都挺討厭的 看完之後 大家又覺得不頗好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會對你一心的 你這個男人 你知道你真是身在腹中不知腹 我不是這麼願意對一個人好嗎 那如果不是去到那麼熟 我相信 比較難去演到那個感覺 那其實呢 如果不是一個那麼熟的同事 和朋友的話呢 我覺得我會很尷尬 那其實對著維維呢 我就覺得很舒服 就什麼都可以做出來 對著維維呢 台灣的文化和香港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別 台灣製作人去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用國語去寫這個故事 還有寫對白 那我們去演的時候 我們要用廣東話去說那些對白的時候 就要經過一些消化 如果我們用國語去演這個劇本呢 出來的效果是會更加 所以我們要跟導演去溝通 去想一下我們應該怎樣去轉化 用廣東話去做 但是出來的感覺呢 就會很特別的 因為會跟我們平時轉譯的東西很不同 感覺很不同 他們運用的鏡頭會很不同 質感很不同 味道都會很不同 我自己都很期待 只有錢 打幫你一同 三支 二支 四支 四支 二支 對 行 行 要做小動物 打小朋友 對我媽媽沒有禮貌 沒有忠心 連拋垃圾 假的 吃飯不給錢 沒有禮貌 連拋垃圾 自以為是 只是弄壞我的東西 破壞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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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